各位先把第五个范例,寻找与参照函数练习 那里面的话,我这边总共有五个工作表 那请各位先找到第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的话,这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应该区隔成两边的啦 那什么叫,就是从F栏的左边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资料来源,有点像资料库 OK,然后呢,这个右边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查询的界面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当你输入什么呢 当你输入005的话,理论上它应该去帮你找到005 并且怎么样,把005以外的其他资料 包括那个就是它的名字 还有它的什么呢,总销量等等的资料 帮你把它带过来 那通常呢,可能这个资料不会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也许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这个画面呢,这边把它搬到什么 搬到我们另外的工作表 也许这边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个名称呢 也许取一个叫做查询界面吧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呢 我多一个叫查询界面 这个查询界面呢 其实上就是要去查那个 我们的资料到底存不存在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输入一个查询界面 那我把它搬到第一个好了 OK,然后并且把这边的 这边的从G3一直到H7的范围呢 把它放到H5,放到B2好了 中间隔一栏隔一列 那当然一般的需求是这样 我最好是可以直接输入之后 它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带过来 OK,那比如说我现在 假设我先输入005 我希望把005编号的其他资料 查过来的话 那当然这个资料 也有可能一般 放在Excel 也有可能是放在某一个资料库里面的 某一个资料表 我把它查过来 那查询的方式的话 当然有几个方法 在这边我们可以用lookup函数 那如果用lookup函数的话 你可以插入函数 假设我今天要查的是 它的姓名的部分 那你可以利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的找到那个 在我们的函数里面 有一个要检视与参照函数 那检视与参照函数里面的话 基本上 就是可以让你去做查询资料 那里面的话有一个 其实比较常用的像什么index 或者像什么lookup match 甚至offset offset可以偏移 那个栏跟列 那这里我 比如说我今天用一个lookup函数 那假如用lookup函数要查005的其他栏位的话 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问你说你要是不是两个字 一个是来源 一个是结果 那你就选第一个就OK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跳出了三个问题要问你 它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么 那当然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个编号给它 第二个栏位部分的话呢 它叫lookup vector 这个vector指的就是说我的查询 要查询的编号的范围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的话 请各位选取lookup 你会发现呢 切过来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工作板名称 再一个惊叹号 这个时候的话呢 请你选编号的范围 记得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再来result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返还的 当然不可能是编号部分 而是要返还的是什么 一样是lookup 然后这个时候你点击它 它一样会有一个lookup的工作板名称 再把姓名的部分选起来 OK 那你会发现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运作流 大概就是这样 查询这一个 在这个阵列里面 特别是说阵列一定是大瓜湖 开头大瓜湖结束 里面是放字串 中间用分号分隔 它会找到一样的位置 阵列的同样的位置 返还呢 其他的那个栏位的 这个相对的位置的结果回来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把这个姓名的资料给带过来 那其他栏位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比比较快的做法 基本上你可以讲 把它Ctrl C 然后呢 取消掉之后的话 再到其他栏位把它贴上去 那你只要怎么样呢 把后面这个部分呢 把原来的B 改成什么 改成C嘛 有没有 查询呢 一定是A 那如果你要带过来的资料呢 那也许就其他栏位 打勾一下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总销量 那一样的方法的话呢 你分别把这个公式贴上 再把B改成D B改成D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其他的这个栏位给完成 不过这种做法 D再改成1 OK 这样的做法 其实可以让它 有几个地方呢 可以让它更好了 有没有 最后把它这个地方 稍微自重一下 OK 全部自重 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我今天不是005 我输入001的话 按Enter会怎么样呢 它会把1号的带过来 有没有 实际上呢 就好像有点像 查询002 002带过来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只要输入什么查询编号 它会自动帮你把一个表格里面呢 要查的资料呢 帮你带过来 不过这边的话 有几个地方可以改善 改良的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要让我输入啦 我最好是可以用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一下拉就可以去选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在我们输入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边是指向某一个工作表的某个范围 不过我建议 以后如果说你看到某一个工作表的某个范围 建议用什么呢 用公式里面的名称去代替 为什么呢 因为以后你如果说用这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你根本上看不出来到底这个是指的是编号还是指的是其他篮位 可是如果你用名称来代替的话 那以后记得配合一个F3的按键 就可以很快的帮你做出你要的结果 我这边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一请各位切到Rugup这个工作表 然后二的话记得 因为我们会有好几个栏位需要建立 同时建立名称 如果你有好几个栏位同时需要建立名称的话 请你记住把这个范围里面包含那个上面的栏位名称一起选取 再来记得选取那个公式里面的从选取范围建立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的名称在这个范围的所有范围里面的顶端列 所以记得把顶端列打勾 最左栏不要打勾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你在名称管理员这边点一下 你会发现呢 他自动帮我把编号 对应到就是刚刚指定的位置 编号 有没有这个位置 然后呢 姓名的话呢 就对应到什么 就是点击这边号 他一样对应 也就是说一次的全部都帮你把名称给做好了 当然将来如果说 我建议你们以后尽量用名称 会有什么好处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像刚刚这个地方的做法 如果我用名称 我不用刚刚的做法的话 你可以发现 在输入的时候呢 不是用选的 而是按F3 F3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一个让你选的 因为我要查询的是编号 所以你就用编号按确定 实际上编号呢 就等于刚刚那个范围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delete掉 假设我今天要查回来的是那个姓名 OK 你会发现用一个姓名代替 按个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可阅读性 跟上面下面相比较之下 你会发现 相对的你会看得比较清楚 OK 所以特别注意 等一下的话呢 请各位 把刚刚的选举范围呢 改成用名称的方式来做 OK 名称的方式 记得哦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公式里面的从选举范围建立 那顶端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其他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如果希望 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下拉清单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查询界面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